这个部分完成之后 我们就切到综合练习这个地方 当然我把这个delete掉了 首先的话根据上面的提示 主要我们可以用几个方法 第一个你可以用REP再合 其实如果你不用这两个函数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还是有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 你用VBA 刚刚问题是你们现在 我现在还没讲到有关VBA程式部分 我们先讲比较简单的 首先当然不是图把链钢 所以我第一个 我游标放在14的储存格 游标点一下那个资料编辑列 等于 所以开头一定等于 一定要等于 双引号09 因为09是一个文字 你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and 串接 特别说这个是串接符号 串接哪一个 串接这个储存格 0911 打个勾好了 其实你不用一次做完 你可以先做一部分 然后后面还要再加什么呢 and 09 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and 一个简的符号 简的话 它也是一个字串 所以一杠 然后and 什么呢 and 特别注意哦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门后 但问题如果你现在打勾的话 他就80 少个0 所以你必须什么 先跟他讲说 要重复几个0 重复几个0怎么写呢 and后面呢 特别注意哦 几个方法啦 当然你可以什么 插入那个REPD函数在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再插入REPD函数的话 一般习惯会点这个前面的下拉清单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式里面第一次使用的话 你是按这个 但如果你第二次以后没有公式的话 你就是从这个地方选 这个下拉清单 那找到REPD 所以我们就点什么 游标放这里 and 有没有 点一下这里REPD 他会把REPD放这里 那我要重复什么呢 重复几个0 所以字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输入0 但是因为它是文字哦 所以请各位注意 一定要前后加双引号 几次呢 次数怎么去决定呢 就是由这个储存格 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我用一个公式叫3减掉什么 LEN 自己打比较快 LEN 然后游标点一下这个G4 那也就算一下它里面有没有满三个字 如果没有满三个字 那我就补几个0 有没有用3就减 那有点这个公式有点绕了一下 不过至少应该可以理解吧 如果我现在3减掉 它里面有两个字 那就补一个字 如果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字的话 3减掉一个字 那就是补两个0 按确定 你会发现09 0 因为这边是两个字 然后面的话再AND一下 AND什么 ANDG4 比较好 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是补几个0 后面的话是再把他原来的字要补上去 好 084 其实门号末码还要做吗 其实可以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的公式跟区码很像 所以怎么办 复制 有没有 其实你可以拿什么 从哪边开始 从减号有没有 到这一串 所以你会AND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AND的复制 因为这个后面没有AND 把这一串到这里复制贴过来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它的G 改成H就好 这样应该会比较简单 当然你不然你就再做一次 不过我觉得再做一次有点浪费时间 比较快的方法是这样 记得这个虽然动作没有很复杂 但是很容易做错 尤其是AND的符号 复制一下 贴过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H H 这边改成H 好了 好了 按打勾看一下 做完了 底下的话 如果要全部填满的话 你当然不用按住不要放 按住不要放这个TILAN PACE 你可以在这个空点上快点两下 他就全部做完了 你看一下 有没有 答案对 OK 就全部OK了 记得那个 坎兽之宜 记得游标是点这边 这边有没有黑黑的一点 因为之前我没有特别讲 不然但是好 我发现 因为这个以前我认为是这个应该是尝试 可是有些同学居然不知道 我在讲快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好 那就大功告成了 不然的话 如果 假如 你不会用这个方法的话 那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才能够完成 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把它储存起来 OK 存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在把这个作业做佼佼